CGTV 大家好 我是阿絲 我是阿絲 這是阿絲 這是我 這是我 我是誰 爸爸 這是我 我是阿絲絲爸爸 他是阿絲絲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一樣是 舒壓捏捏樂 你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介紹的是這個 黑夜閃光憤怒鳥 他是憤怒鳥造型的軟軟捏捏樂 很軟 然後在夜晚的時候可以跟小朋友玩 這是憤怒的造型 好 那我給大家看捏一下 捏一下 裡面有一個感應球 發光感應球 加一個要介紹的軟軟 好像腫瘤一樣 其實他是葡萄軟軟 但他平常像是 捏了之後 阿絲你敢夾裝吃嗎?你敢嗎? 你真的敢吃 你太厲害了 包都不敢耶 太可怕了 蝸牛 蝸牛 軟軟 你給大家看一下 拿起來 喔這個應該感覺很好摔對不對 阿絲你摔摔看 摔在桌上 喔 OK 摔 摔 摔 阿絲你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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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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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知道你肚子餓 還練很久了 來 給你麵包吃 等一下 阿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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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像真的麵包一樣 還有麵包香耶 這假的 夭壽鬼 阿絲好香 還有咖哩麵包味道 沒有咖哩沒有咖哩 我們切開來看一下 好 告訴大家 裡面到底是裝什麼東西 好 上剪刀 喂 你不要明朝見 轉青朝觀 你夾的 這很軟耶 這很軟耶 它慢回彈是 它是 馬上回彈 你看 它上面那個巧克力豆 做得很像真的 阿絲剛剛忍不住想要吃它 我就說不行 這真的不是真的 這真的是咖哩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好嗎 小顆粒麵包裡面到底有什麼 一刀兩斷神簡素 唉唷 你看裡面 是不是也很像真的麵包 那我們來看咖哩麵包裡面是什麼 它真的耶 有咖哩麵包味 真的很厲害 有夠厲害厲害啦 其實事實上它是像泡棉一樣的東西 好像我的屁股 好像你的屁股香香嗎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來聞 沒有 真的耶 跟屁股有點像 真的跟屁股有點像的味道 真的跟屁股有點像的味道 好厲害 為了要聞足各位小吃吃的好奇心啊 我們要把剛剛開的三個軟軟 都拿出來一一的解密 剪開 我們先從蝸牛開始下手好嗎 裡面就是一般的水 蝸牛 瘦中正前 小鳥 小鳥 你在哪裡 喔 喔 喔 好 這裡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裡面這個是空檔 它是空氣 還有一個感應球 接下來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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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覺得這樣剪開更舒服 大家覺得如何 噢 噢 這裡面是像史萊姆一樣的東西 好玩 噢 噢 是你喜歡好玩嗎 好玩 三種不同的 一個裡面是水 一個是空氣 一個是史萊姆 噢 噢 小鳥 噢 你沒我心跳 噢 噢 為他 不買一分之中 就是 魯魯魯私密啊 捏捏的 實在太棒 個人覺得 剪開 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 好像更舒壓力 都晃鬆下來啊 各位想試試 如果你也喜歡的話 在家千萬不要學喔 因為我們已經剪開了 這裡面的東西長怎樣 大家都已經知道囉 大家如果想要的話 就買一下啦 買來家裡面 拿一兩個就可以舒壓啦 很強烈這一麵包 那個可以當吊師 就可以舒壓 還蠻好玩的 這次開箱 我給他幾分 兩分 永遠的兩分 絲絲 我們再給他多列五分好了 八分 好玩喔 舒壓 軟軟 麵麵 樂 我小鳥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欸 你是想再哭嗎